直到快见全红蝉躲避镜头 尽险疲惫这幕 才明白陈奕希被网爆的三年都经历了什么 在同一个项目上 输给了同一个人两次 你觉得你的信心有被动摇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 我还希望下次再来 就在最近广气活动现场 相比较以往活泼开朗的全红蝉 这次的她就表现出了陌生 又令人心疼的一幕 刚坐上车便顺势躺了下来 眉眼间透露了满满的疲惫感 甚至有眼间的粉丝发现 全红蝉这次面对镜头 似乎是有意躲闪 只见她抱着师姐陈奕文的胳膊 躲在其身后 当给现场工作人员签名时 蝉宝同样眉头紧锁 尽显闷闷不乐之意 以及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送给蝉宝小礼物时 即便上面用了大量的徽章 和蝉宝喜欢的玩偶周边来装饰 可当全红蝉在接到礼物的那一刻 她也仅仅是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 甚至在合影时 竟然罕见地站在了边边的位置 这些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现 瞬间引起了不少粉丝的猜想 难道是因为最近活动太多了 把蝉宝累着了 各自细喘魔才发现 这也仅仅是其中的一方面 真正让全红蝉下意识躲避镜头的 还是跟前几天在直播间吃东西被骂有关 有一连夜周转 全红蝉才迫不得意开启吃货模式 可不明所以的路人纷纷涌入直播间 开始不断攻击谩骂全红蝉 没有礼貌不懂礼仪 甚至拿一旁端坐的陈玉希与制作对比 对此连高途董事长也看不下去了 亲自站出来为其撑腰 我挺欣赏小红的真实的 就是饿了嘛 想吃点零食 她吃的时候她还给我也抓了一把零食 就在里面也吃 我觉得那种松弛感 就是一个人最真实的状态 况且东西摆在这里就是给运动员吹的 蝉宝无知无数松弛感拉满的表现 难道不是更加接地气吗 并且在直播结束那天 董事长就看出了运动员的疲惫 而当其助理要提出合照时 董事长连连摆手拒绝心疼地说了一句 他们太辛苦了 如今全红衬靠着自己日复一日 才站到了巅峰的位置 可她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疼痛 还要面对来自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 虽然舆论的声音无形 可在一个运动员身上却能化为有形 即使对手又是队友的陈玉希 就是一个火生生的例子 当年由于母亲的一句言论 被不少博取眼球的媒体恶意带跑篇 导致陈玉希遭受了大量的网络攻击 而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陈玉希被迫将全网动态删除 将个人头像变为灰色 虽然小明叫乐了 可她脸上却再也看不到快乐 一直到三年以后的今天 经历过巴黎奥运会后 陈玉希才慢慢打开了心扉 开始向粉丝分享个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对于这些为过争光的运动健儿 我们更多的是要理智看待舆论 适可而止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全红衬出席活动 全程板着脸 她的这个状态 应该是今年最让粉丝心疼和牵挂的一幕 原本无忧无虑的她 为什么在活动中 却罕见的没有了笑容 而是尽显疲惫和情绪低落 近日 全红衬 陈玉文等奥运冠军 受邀参加某品牌的汽车捐赠仪式 我们缠宝的粉丝们发现 一向射牛的全红衬 竟全程没有笑容 并且有意的闪躲镜头 一直抱着师姐陈玉文的胳膊藏在身后 眼神黯淡无光 状态非常的不好 活动方还为她送上了书包 书包的外面有很多玩偶装饰 收到礼物后 蝉宝有礼貌的说谢谢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才似笑非笑的做了回应 但在合影时 她站在了靠边的角落 让自己脱离了C位 活动快结束时 奥运冠军们纷纷坐进车里 兴致勃勃的拍照 而我们的蝉宝 直接坐进后排来了个葛优堂 没有一丝丝的笑容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低落和疲惫 有人猜测 可能是蝉宝太累了 活动太多了 一个接一个 成了连轴转 导致身体过度疲劳 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17岁 正是充满活力的年龄 平时的训练 比这个要辛苦多了 她都能坚持 这些根本难不倒全红蝉 真正让她伤心提不起精神的 应该是一个个的网络抨击 就因为在高途直播间吃了主持人准备的瓜果点心 就被舆论推向了制高点上 谴责她不懂礼仪 有损冠军形象 更是有一位名叫北野的作家 在社交媒体发文侮辱全红蝉 她写道 17岁的世界冠军告诉我们 文明教养不是天生的 而是教育出来的 全红蝉家庭 不能给她现代文明人的礼仪教育 情有可原 问题是 国家题为也是纯粹 把人当跳水机器训练 如何做人 说话 完全没人叫 让孩子到处出丑 北野还表示 如果大家爱全红蝉 就应该告诉她 什么叫得体 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 原谅不等于可爱和正确 另外一方面 作为奥运冠军 全红蝉代表中国人的形象 如果没有一个得体的说话榜样 这是中国教育 及国家题委的失败 难道你们没有 现代文明人的基本礼仪教育吗 我想说 你好懂得礼仪教育啊 这样抨击一个17岁的孩子 更何况 她还为我们国家夺的金牌 你的17岁又在干嘛呢 全红蝉她懂礼貌 孝顺 情商高 率真更是她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们就是喜欢真实的全红蝉 希望我们的蝉宝 不要因为这些影响自己的心情 变得小心翼翼 畏畏缩缩 这个样子太让人心疼了 你做你自己就好 因为很多的人支持你 喜欢你 希望你尽快让自己做回那个开心的小姑娘 产宝加油 那个老师骗我说 怎么都不用带 然后我真的什么都没带 我又带了一个枕头 还要去那边当晚还是跟别人睡的 全红蝉开局抱着小枕头 走进了湛江市体校的大门 就此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 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 收获一堆的金牌 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如今他带着荣誉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 湛江市麻张镇麦河村 粉丝们听说奥运冠军回家了 他的家乡变得热闹非凡 可以说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全红蝉无论走到哪里 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今年刚满17岁的全红蝉 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 探寻全红蝉成功背后的故事 陈华明教练 他是最早发现全红蝉的伯乐 2014年5月陈华明到小学选拔跳水苗子时 偶然发现的 当时他注意到一个身材瘦小 却具有出色弹跳力的孩子在跳皮筋 判断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跳水选手 于是陈华明决定将他招入湛江体校培养 就此开启了他的体育生涯 进入湛江体校后 郭毅成为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郭毅曾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跳水运动员 尽管在20岁时因伤退役 但他于2016年接手了全红蝉 并对他进行了系统训练 这成为了全红蝉后来崛起的关键 2017年 10岁的全红蝉满怀希望地前往深圳 参加一场省会的联赛 然而结果却不尽人意 他落选了 这次的落选意味着 他错过了进入省队的机会 进入国家队更是遥不可及 郭毅和陈华明对此感到遗憾 并且内心充满了不甘 他们决定将全红蝉训练的全过程录制成视频 并发给时任广东省跳水中心副主任李荣娟 恰好李荣娟曾是陈华明的学生 他立即把视频交给广东省队教练何威仪手里 何威仪观看了视频后 深感全红蝉是一位难得的优秀人才 因此决定将他特招进入省队 接受更高水平的训练 于是何威仪也成为了全红蝉成功之路上的 第三位重要支持者 进入省队后 何威仪教练为全红蝉安排了系统的训练 助力他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 何威仪教练一直感慨 全红蝉实在是太能吃苦了 2019年 12岁的全红蝉正式开始接受十米台的训练 此时谁也未曾将他与奥运会联系在一起 毕竟东京奥运会原定于2020年举办 而全红蝉的年龄比参赛标准限小了一岁 根本没有参赛资格 然而命运的转折突如其来 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一年举办 全红蝉的年龄恰好达标 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训 但时间紧迫压力也随之而来 要知道 培养一位奥运会选手绝非一世 对于一个刚刚接受两年专业训练 年仅13岁的孩子而言 要在奥运会选拔赛中 与众多拿过世界冠军的选手 同场竞技并战胜他们 简直如同天方夜谭 当和教练询问全红蝉的想法时 小小年纪的他坚定地说出了三个字 我能行 从此 全红蝉开启了魔鬼训练模式 原本正常的200次跳水训练 他主动给自己增加到400次 他始终以男队员的训练强度 来要求自己 男队员能完成的动作 他也绝不退缩 每天长达11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重复上千遍 为了保证入水的动作完美无瑕 他不断地反复尝试和自我调整 苦苦寻觅最佳的落水技巧 就这样争分夺秒的训练 在比赛前三周 全红蝉终于将比赛的五个动作 全部掌握 就这样奇迹发生了 14岁仅训练了一年的全红蝉 在东京奥运会上一举夺冠 成就了水花消失术的传奇 东京奥运会后 杰力棒交给了五官王陈若林手中 成为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他的执教风格雷厉风行 即使全红蝉的成绩时而起伏 饱受争议 他从不解释 一切凭实力说话 全红蝉也毫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在陈若林的带领下 全红蝉在亚运会 世界赛 世界杯又成功夺冠 成为最年轻的大满冠运动员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上 又获得两枚金牌 全红蝉开局一个小枕头 经过几年的努力 收获一堆的金牌 他的成功固然离不开 自己默默付出 他身后的四位贵人 同样功不可没 他们都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变成功 优独播剧场